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透过视讯连线 跟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先生 连线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矢板先生请教你 今天日本自民党总裁大选告一段落 那岸田文雄不但出任自民党的党魁 也有可能是下一任首相 你怎么观察岸田的出现 怎么说呢 那这个是就是说这次选举斗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那么本来的河野的民调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说呢 到后来呢 就因为就是说第二名的岸田文雄和第三名的高市早苗 采取了联合的这种战术 就是说不管 不是最后岸田文雄虽然得了第一 但是说就是说岸田阵营和高市早苗阵营呢 就是说联合就是不管谁选上 只要进入这个第二轮投票的话 输的一方就会把所有的票都会投给这个对方 所以说呢 这一次呢 最后第二轮投票 岸田文雄 这个高市早苗的114票的国会议员票 全部加入了岸田阵营 所以说呢 作为结果来说呢 怎么说高市早苗的阵营 保持了对这个新的政权的相当大的影响力 所以对台湾来说呢 是一个也算一个不错的结果 那么岸田文雄呢 他在安倍政权的八年期间呢 做了五年的外向 是通过是跟这个怎么说呢 各方面这个外交上是非常这个熟悉的 另外一个比如他和赖清德副总统 等都个人之间都有一些交际 所以说对台湾也相对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他呢会继承就是安倍入线的 这个怎么说呢 安倍政权的亲美抗中挺台 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有改变的 所以你认为岸田文雄 仍然会延续安倍的路线 那仍然走亲美抗中挺台的路线 那另外一个部分你的观察是 高市早苗跟岸田将来也可能 在日本的执政内阁当中 有政治上的合作吗 对 应该会有很多政策上 有相当大的合作了 岸田文雄唯一的不同的是呢 他是这个广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那么大家都知道广岛是二战的时候呢 受过这个核武器攻击的地方 那么当地的反战情绪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呢岸田呢在日本 是必定为一个鸽派 鸽子派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在这个国防方面 在这个军事方面呢 是比较消极的 那么比如说如果是高市早苗 然后这次当选了这个首相的话 他会在跟台湾的军事合作 各方面会卖的步子更大一点 但是说岸田文雄呢 这方面可能消极一点 但是在外交上 这个天下为中 包括产业链各方面的话 基本上他是对中国是属于强硬派的 所以说呢 怎么说呢 而且呢安倍首相这次呢 就是说第二次投票的时候 安倍首相也是就是代表的这个高市阵营呢 因为给了他一百多票 让他当选了 这个也叫拥立之功嘛 所以说呢 他在很多的这个政策上呢 一定也会遵守这个受到安倍政权的影响 所以说我认为呢 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部分请教你 在日本内部 另外一个考验是疫情跟经济的压力 事实上菅力委内阁的民调 当时的滑落很大的压力 主要的核心是来自于疫情跟经济 那岸田文雄可以改变这样的架构跟格局吗 基本上就是说 怎么说日本的疫情的话呢 最近的确实是降了很多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几天以后呢 就是说要把全面的解禁啊 就是大家 就是安坚一伪 包括从安倍内阁开始 就是既顾疫情又顾经济 前一一脚 深一脚减 前一脚 结果两双方都考得不好 现在呢 基本上日本的疫苗施打率 已经超过六成 那么所以说呢 大家觉得是 我们就把疫情当做这个重感冒来处理 所以说呢 今后呢 我想在经济方面 更岸田文雄 他可能 他受到这个财界的 日本经济界的影响也很大 所以说他更注重经济方面 所以我认为呢 今后他在经济方面的话 可能呢 就是恢复景气方面的话 可能是这吃产更多的大的力道 好 非常谢谢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剧长石板 明副先生的连线 谢谢石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